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一句话是从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四十一节 说这到底是谁呢 那时有一场风暴之后 耶稣在船底 门徒非常的紧张 就叫醒了耶稣 耶稣起来就叫风指质了 风暴就停了 所以周围的人都会非常的惊奇 怎么连风暴也会听耶稣的话呢 所以就发出这个问题叫做 这到底是谁 我想这个问题 假如我们能够确实的有好的正确的答案 我们的信仰就真是能建立在坚定的示范上面 不要动 因为信仰的根基是在于你认识耶稣佛 可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是为了说耶稣会救我 然后会祝福我 会对我很好 所以我要信他 这可以是开始的信仰的旅程 但是信仰不能停在说耶稣对我好 我才信他 信仰需要真正认识你所信的对象是谁 他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而且这位耶稣 到底是谁这个问题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不能完满的答案 但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我们应该要清楚 这到底是谁呢 你想想看 为什么 两千年前 来到这个世界的耶稣 被定在世家死 不是结束了吗 但是他却复活 而且掌管这个世界 他最奇妙的是掌管人的生命 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耶稣的福音到的地方 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人不是由贫穷 人不是由贫穷变成提升起来 最基本是人由罪得赦免以后 有一个新的生命 有一个新的力量 有一个新的人生目标 然后还有人生终点的一种确信 你会到哪里 这到底是谁 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 慢慢地你去思考 实在讲 全世界没有一个音乐 文学注释 不以耶稣为主题来写来唱来 著作出来的 有关耶稣的事情 是这么的变满了全世界的 意识家 音乐家 演讲家 政治家 平民 贵族 全部都包含在这个耶稣 对他生命的影响跟关系 所以认识耶稣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追寻 更深的认识耶稣 所以我是想要用马可福音带我们 使我们能够借着耶稣所走过的 所做的 所说的来真正认识他 马可福音是在主后差不多六十五年写的 是由彼得的一个字首 马可来写 马可是他的罗马人的名字 他本来犹太人的名字是约翰 所以有时候会说那称为马可的约翰 就是彼得的助手 所以这本书卷是彼得 所以这本书卷是彼得口试 然后马可详细地记载下来 当时彼得 可能会遇到 遜到这个命运 因为彼得王的逼迫使门徒受了非常大的困苦 许多人与彼得 许多人上命 因为彼得王是一个暴君 他喝酒 然后放火 要看这个罗马城被杀的那个壮观 而把这个责任推给基督徒 说是基督徒做的 然后就开始抓基督徒逼迫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那未到之前 彼得已经知道说 将要来的逼迫是多么大 使而门徒逃不了这一个殉道的道路 所以他就赶紧想要把他 跟随耶稣三年半的事迹写下来 马可福音 有什么特色呢 马可福音的中心的一个字叫做神仆 这是神的仆人 The servant of God 所以马可的简列的记号就是牛 牛就是服事 这是耶稣所说的人子到世上来 不是要受人服事 那也是要服事人 所以你假如从马可一章读到十六章 你会发现这位神仆 就是以色列所说的神仆 就是日夜不息的勤劳的工作 夜晚日早都是这样不停的工作 这位神仆也是以色列所预言的Messiah 他成为一个服事人到底的一个仆仆 所以他在里面所表现的 是以人为主 服事人 然后他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但马可福音的五分之一 只有十六章 但是十一章开始 他就记载耶稣要进入受难的过程 可以说他很看重 耶稣这个仆仆不是只有服事人 他是为人类来舍命救死完成 所以他很详细地记载这个受难的过程 马可这个名字呢 本来的意思就是神的恩惠 神的恩惠随着他 记得耶稣复活要升天以后 门徒聚集在一个马可的楼上 就是史特行上第一章所记载的 马可的楼上 一百二十个人聚集祷告 这就是马可的家 他的母亲是耶稣的门徒 所以追随主 热爱主 也传给他的儿子马可 也有这个心志 马可起初跟保罗也是一起传福音 跟彼得之后 他跟保罗一起传福音 但是后来他就去跟巴拿巴 在一起去传福音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好像离群 不再跟彼得 但是他没有离开胡适子的岗位 后来彼得也跟他有感情恢复 所以在彼得前十五章十三节 称马可为我儿马可 在马可福音里面 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以后 你就知道说 你读的时候那个感情就不同了 一个面对讲殉道的前途的彼得 详细地讲事 他跟耶稣所看所听 耶稣所做的记下来 你会发现马可福音技术很详细 这也是彼得的观察力很详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彼得到最后真实殉道 当时他已成为整个佛马地区 带领门徒坚定信仰 占守岗位 但门徒说 彼得你很重要 你现在是我们的领导 没有耶稣了 是靠你来领导 你不要殉道 你赶快脱离这个罗马城 去逃难一下吧 彼得接受他们的劝言 就离开了 罗马城要往外面去逃难一下 但是就在路上 祝福的主向彼得献信 彼得说 主啊 你往哪里去 主说 我要从 从进耶路撒冷 为你受定 彼得说 不 主啊 我回去 彼得就 回去了 果然 他后来是被定了 而且在被定的时候 你看他怎么认识 指导彻底 他说 我的主 是这样正向被定的 我不配 我不配 请你把我的头 倒在下面 倒定 这不是更痛苦吗 但是他觉得 我不配像我的主那样的受苦 还要受苦多一点 弟兄兄弟妹 这就是叫着 坚定的信仰 这叫着 真正认识耶稣 感谢主 使我们有 彼得传下来 写给马可 留下给我们的这一本 宝贝的福音书 你会不会很想 借着这些 眼看过 主耶稣 跟随过主耶稣 这些人 所写下来的 细数的 耶稣的生命 认识耶稣 这到底是谁 没有人可以回答 怎么样 诞生在马朝 出来传福音才三年半 被定时之家 却能复活 复活生天 却能把他所应许的能力 降下来给他的门徒 就靠着圣灵的能力 弟兄弟妹 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你跟神的连结 信仰是什么 你跟神的同行 信仰是什么 你为神把自己奉献给主 说主啊 我是该死的罪人 今天蒙你的恩典 得到救恩 感谢你 所以我愿意 忠心地跟随你 请你保守 我不被这世界的恶类 罪恶 邪灵 魔鬼 来被拐走了 我真希望你自己能为自己的领命 有一些经节是常提醒你的 我自己很喜欢诗篇116篇所说的一句话 我拿什么 我拿什么来报答神向我所施的一切恩惠 这就是我服侍子的动机 我是不配的 我没什么好 是因神的灵命跟恩典 所以在我心里面 时常逼着我不停地侍奉 是这个原因 我拿什么来报答主向我所施的一切恩惠 以后话 我的神 怎样对待我 是我不配的 这个叫感激的心 一个人时常在神面前 有这样深刻的感激呢 他就有一种感恩的心 要来 服侍子 跟随子 报答主 为主受苦 都心甘情愿 因为觉得 这是神的恩典 让我们有机会 有护理 他的一些些的受苦 另外一句话 我喜欢的 就是 约说 遇到 在埃及的 服侍的主人之下 这个主母要引诱他犯罪 他说了一句话 记得 我只能 做这一件恶事 来得罪我的神 这一句话 保守他 主母 百般的 引诱 但是 约说 我坚定地 站立得住 因为他时常 确保 确定 任何犯罪 不是得罪人而已 是得罪我的神 我怎能 做这恶事 来得罪我的神呢 这两句话 是我一生很大的 一方面是求保守 一方面是求保恩 这保守我真正能够在胡适上 遇到什么困难都比不弃呢 而且在行事为人非常的严谨 不是去做犯罪 连一句话都要加以思考 思想的捷径 因为神看透我们的心 所以讲话跟心书都要一致 不要有任何为自己的利益 来拐弯摸脚 来摸过去 走过去 我怎能做这恶事 来得罪我的神 弟兄姊妹 我还有一句 是我最终人生的目标 这一句我是希望我以后 我也能够刻在我的墓碑上面 这是耶稣在最后的祷告 十七章 耶和斯非常有名跟感动人的祷告 耶稣在离世之前 为门徒 为我们这些后来要信的人祷告 十七章四节怎么说呢 耶稣向着天说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弟兄姊妹 人生活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 荣耀神 我已荣耀你 为了荣耀神要走的道路并不是简单的 因为耶稣来世上是为了舍命救世人 这一条路不是简单的 但是那是神托付他的 你所托付的我的事 我已成全了 弟兄姊妹 你要不要以这一句话做你人生的目标 事上无论你有多大的成功 假如不是成全神所托付你要做的 那只是你自己的成功 你不能向神报告说 我已经荣耀你 你所托付我的事 我已经成全了 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有不少新的信徒 也许你信主才几年 但是我鼓励你 你是大有福气的人 凡是进入救恩里面的人 是上帝特选的 记得 第二 在上帝特选当中 他有远大的目标 不是只有救你一个人 是救你的全家代代祝福 这是上帝宣 亚伯拉罕的时候 就这样应许他的 所以你的眼光不要看现在 不要说现在对我有什么好的收入就好 不管他的途径是好不好 现在我喜欢做这个事 我就去做人生去享受 但是你做了基督徒以后不同了 你有一个规范 你有一个铁轨 上帝铺的铁轨 假如脱轨 你就翻车了 脱轨 你就翻车了 一步都进不了 所以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命令 都是为了保守我们 他给我们宣招是祝福 从今生到永恒 代代相传 这是神的主意 但是你本身一定要站立得稳在这信仰上面 我所信的是谁 像保罗能说 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重新认识耶稣 这是我想 有机会就带你们走这一条路 但是我先鼓励你 你一定要勤读圣经 我会很快地把我通常教导我的信徒的试卷 福音书很快地能够带你走过去 让你有所得 但是 我要你勤读 你没有读圣经 你没有读许多书 你只有来听一篇道 你能记得的 连五分之一都没有 更不用说 你假如不在意你所听的 也不会去实行 那就从这个耳朵 跑出这个耳朵去 那不是很可惜吗 我在这里 所要传扬的 是我认识的耶稣 我认识的神 以及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一生的道路 我见证 我宣扬 我所经历的 我也抱不得你能加入这个行列 就是成为一个见证人的行列 也说 我经历了 我认识了 我知道了 我传扬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马可福音里面 就是有这么多的宝贝 也是自己走过的路 我们要跟他走 鼓励你 一天至少读两章马可福音 但是呢 我是很想把它很快地走过去 因为我要讲四卷福音书 马可福音是讲到耶稣是谁 约翰福音讲到耶稣跟我的关系 俗图新传 讲到圣灵 跟我的关系 罗马书 罗马书讲到得胜的基督徒的秘诀是在哪里 所以弟兄姊妹 要不要接受挑战 假如我还有机会 把你们这四简圣经带完 你要不要 但是我一定要你自己先读 你没有先读 你得不着十分级 求是恩戴 叫我们那里面的一颗心 重新被神唤醒 我所信的是谁 我做到基督徒以后 我该如何走天路 与耶稣一同走 教会是基督的宝血所建立的 你做到基督徒 有义务 有喜乐 有任务 要服侍教会 不要随便批评神的家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神所看重的 求是恩戴我们 说每一个人成为见证基督的人 服侍教会的人 传扬福音的人 以你的生命 在你的工作场所 在你的倾盆当中来见证说 神爱我 我也爱你 在马可福音里面 有两条铁轨 假如你喜欢 你听到的时候 做一些笔记 每一次我要讲到 我都会请信徒做两件事 一定要带自己的圣经 虽然现在有手机很方便 但是你不能写下当时神对你的感动 带圣经 自己的圣经 第二 不但带圣经 还要带笔记本 小册子 所以我讲到之前会说 准备好了吗 拿你的笔 准备好 为什么呢 因为在听到当中 圣灵会向你说话 圣灵感动你的时候 你写下来 主啊我知道 你在向我说话 这个我要 我要 我要这样做 把神对你的感动写下来 把所听到的要点写下来 再去分享 你知道吗 听再讲出去就成为你的 所以求者恩代 我能说的是非常有限 短短时间 但我们要看见神 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借着面对祂的科目 好 在马可福音两条铁柜是 一到八章 九到十六章 这叫做两条铁柜 两条铁柜 你用归纳法去研究的时候发现 这两条铁柜是并行的 而且互相有关系的 怎么说呢 我简单讲一个 你就知道了 请你看马可第一章 当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神就为了证明 祂是神所拆来的 所以要祂受洗 受洗是一种 利约 证明 所以受洗对每一个相信的人 是这样重要的 你不要因为人的因素来延迟受洗 受洗是上帝 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盖在你的头儿上面 你在这个世界生活 灵界的邪灵都看得出来 你是有宝血盖印的人 受洗是利约 上帝跟你利约 我因我的儿子耶稣替你死 我就赦免了你的罪 我就接纳你作我的百姓 作我的儿女 一生带预约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第一条铁轨的第一章 就是一章的十一节 我相信不晓得你没有带圣经 耶稣 从加利利到 南沙列 在约旦河里受洗 是受约翰的洗 实习的时候 从这一个水里上来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了 有声音从天上来的 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圣灵降下 证明这是上帝所拆来的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本来是悖逆之子 在罪中不知罪 被这世界的恶习 所卷进这个恶流里面 耶稣基督来救我们脱离起来 使我们能够站稳在神面前来 变成神所爱的孩子 这种宣布宝贝不宝贝啊 你受洗的日子要记得 写在你的圣经 然后接受这个宣布 你受洗的那一个时刻 上帝宣布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这种恩典你为何还延迟呢 还不象征那领受呢 所以这就是马可福音的第一条铁轨的第一站 但到了第九章第二条铁轨 第七节 耶稣带着门徒造就他们一阵以后 有一天带他们到山上 忽然间他的面貌变白 还像雪那样的白 容光幻花 那时候从天上又有声音来了 听听看这一次第二次的声音有什么不同 哎呀这个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第一次是向耶稣直接说的 第二次是向周围的人说的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忽然间就不见了 彼得亚哥耶翰在山上看到耶稣这个情景 好喜欢啊 这么好耶稣啊 我们来打个帐篷住在这里吧 那荣耀的像就马上就消失了 这是两条铁轨 你画两条铁轨好吗 第一站是约丹河一受洗 第二站是山上变茂 荣光幻花 神告诉我们 这位耶稣是我所爱的 你们要听他 但是两条铁轨还有它的终点 也是互相相称的 这个铁轨的顶上呢 第一条是在马可呼音第八章 第一条铁轨是一到八章 第八章在这里 是 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呢 那有人就说 有人说你是施洗耶汉再来的了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了 又有人说你是先知的一位了 但是耶稣不满意这些回答 你们怎么说 你不要说别人怎么说 你怎么说 那个时候 彼得回答一百分 彼得说 你是基督 基督的意思就是神的弥赛亚 就是上帝所高犹差来做救世主的那一位 弥赛亚 所以耶稣在第二条铁轨的八章 二十九节 接受了耶稣 亲主的这个叫信仰告白 你不妨为自己写下 耶稣问你说 你说我是谁 你可以写很多 耶稣是我的救主 你能写耶稣是我的好朋友吗 你能写耶稣是我的主人吗 你能写耶稣是我的神吗 第二条铁轨的上面的一站 就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 这些百呼掌 来到这个哥哥他山上 压着耶稣要来钉他十字架 但是那个时候 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周围的景况忽然变了地震 天黑 哇 耶稣在十字架上 讲的话 感动了这位百呼掌 所以这百呼掌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 这真是神的儿子 就在三十九节的第十五章 这真是神的儿子 这是 定耶稣的百呼掌 所说的 与第八章的 彼得所说的 成为一个对比 一个是跟随他的门徒 一个是定他十字架的百呼掌 都承认 他是基督 他是真神 他真是神的儿子 弟兄姊妹 你认识主吗 我今天只有把大纲的开药 在马可福音两条铁轨上 让你回去思索 你所认识的耶稣 是谁 这到底是谁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信他 无论是个人家庭国家 反正信他的是心圣 是喜乐 是盼望 是能力 说圣洁是力量 但是 不要忘记这个世界存在的邪灵 撒旦 想要引诱人 来脱离神 他用甜蜜的话语跟方法 来引诱你说 你跟我走是对的 所以你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看到 耶稣开始出来传婚之前 一章的四十 一章的十二节说 圣灵带耶稣到旷野 他在旷野四十天 受撒旦的试探 并有耶稣与他同在 但也有天使来侍候他 征战 人生旅程是一个征战 你要走对吗 要走错吗 要得救吗 要灭亡吗 是一个征战 耶稣喂出来之前 圣灵带他到旷野 也是四十天 精神在那里祷告 他知道这个征战非常的大 舍命救世人 在马太四章 你可以回去看 撒旦提示了三个试探的问题 你把石头变饼 人家信你了 你从这个大山顶跳下去 而不死 人家就信你了 你来拜我 我就把一切都来帮忙你 你来拜我 每一句 耶稣都用神的话 把它抵挡回去 人靠着不是只靠食物 不能用食物来引诱人信他 那不是真心的 人不能试探神 不要试试看 上帝啊我这样做 你会不会刑罚我 不能试探神 人不能够拜上帝以外的任何神明或是事物 没有一样可以代替神在你心中的位置 任何事情神所不喜悦的 你能明确地知道说 这不是神所喜悦的 不要险入撒旦的隐忧 这个世界越来越乱 失去了上帝创造的秩序 也渐渐失去了上帝掌权的那一种实际 人要掌权 然后整个秩序的混乱 创造的混乱 男女之间的混乱 家庭的混乱 社会的混乱 看到末路实在是接近了 因为耶稣讲他会再来 一定再来的 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全没有了 但是信主的人被提 提到神的面前去 假如先死了的属人也要复活起来 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亲爱的兄弟们 从马可这个背景 我希望你能够定下一个心 我要追求认识主 每天要要亲近主的时间 也是在第一章 呼召了四个门徒第一站 但是在这个第一站里面 我要你记得他所宣讲的话语 是很简单 但是福音的内容都在里面 就是在十五节 入期满了 天国进了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四件事情 入期满了 上帝所预备几千人救恩的入期 满了 到了 救恩要到了 天国进了 天国是什么 上帝管理的领域叫天国 天国在你心 是因为上帝管理你的心 天国在你的家 因为你的家是神管理的 天国在这个教会 因为这个教会是神所管理的 主权 神的主权被尊重的地方 神的主义被尊行的地方 就是天国 就是上帝做王的地方 但是最后两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这就是整个耶稣所传的信息的内容 开药 悔改是什么 转方向 人被创造本是与神同行 享受神所赐的伊甸圆的喜乐 平安和谐 人背叛了听魔鬼的话 所以就背到耳持 跟上帝走不一样的方向 用你的背向着神 应该是向着神 是脸向着他 不是以背向着他 转方向叫做悔改 转方向就是脱离撒旦的管理 转方向就是朝着永生走 悔改 无论圣灵在你心中做什么样的工作 假如 你在所行的道上 是跟神背道而持的 你要悔改 转方向 对神要敬畏 对人要相爱 对教会要服侍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利 服侍保护教会 使基督能在教会得荣耀 你去读一无所书 你就知道教会是多么重要 现在疫情以后 我们好久没有来教堂敬拜 虽然视频上面 网络上面可以敬拜 但是缺少了这个 基督徒在一起 高声赞美同心 开放的时候 你不要说 我在家里比较方便 我不需要去教堂 不要有这种观点 今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 是宝贝 是机会 是神给我们的特权 所以希望我们不久 可以赶快每一个人回到教会 而且这个教会也能有自己的堂放在目标 所以上帝真是奢恩在我们身上 我们要看到说 神啊 帮助我们 第二件耶稣所做的呼召门徒 耶稣只有讲一句简单的话 但是这个真单的话影响你的一生 来跟从我 我必叫你得人如鱼 来跟从我 跟我一道走 我走的路里就这样走 我要叫你的生命 去影响许多的生命 好像补鱼一样 把人补进来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要叫你得人如鱼 上帝的恩典是这么大的 彼得成为一个当时带领教会的领袖 我到罗马去参观彼得大堂的时候 排队是两个钟头 非常热 撑着闪在那里站 进去的时候 我感动的 心里说 主啊彼得算什么 当他跟随你的时候 今天他影响了世界 今天有彼得大堂 来让大家纪念且敬拜顶 你不知道你的前途上帝要怎么用你 但是你要跟从他 再走一段 另外两个兄弟 雅各约翰 第一个兄弟是彼得安德烈 第二个是雅各约翰 两个兄弟在那里做的不同 一个圣经说他们在杀网 另外一个说他们在补网 人生只有做这两件事 你知道吗 你需要去赚钱 你要杀网 你也要补网 因为很多漏洞 破口 你要去补一补 但是这两对兄弟 上帝都大大的使用他们 所以呢 在这个第一章 还有两个呼唤的声音 就是一章的十一节 跟一章二十四节 十一节是从天上来的声音 二十四节是从魔鬼来的声音 也是从圣殿进去遇到一个被鬼斧的 这个人一看到耶稣就说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神的圣者 邪灵的世界很快就能认识耶稣 你是神的圣者 两个声音在那里呼唤 天上证明地下 魔鬼也在证明这是神的圣者 我们却不认识他吗 主高 神的儿子为我降世为人 接着在整个 马口福音第一章里面 耶稣继续在那里做医治的工作 他到哪里 医治就到哪里 遇到被鬼斧的鬼就被赶出去 在最后的一段是 长大麻风地遇到耶稣 耶稣 他告诉耶稣 你若肯 你必叫我解禁 他不是说你若能 所以也是说 我肯 你解禁了吧 我们的皮肤没有麻红病 也许我们的里面有麻红病 你说主啊 医治我 我里面不干净 医治我 主说 我肯 你得医治吧 但是在马口福音第一章 有一个心脏 这心脏是在三十五节 每一章里面都有它的 碰碰跳的地方 打动的地方 那我希望你能够找到这种地方 你就要注意停留一下 出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为什么这个是心脏呢 因为耶稣跟神相交往 领受上头来的话语 享受父神的爱 清晨去祷告 无论怎么忙 他不能够没有跟父神的时间 你一生的成败在这一句话 你跟神有你单独的时间 不要因为忙 没有读经 没有祷告 没有默想 因为那是你上帝的时间 你领受话语 领受力量 才能战胜这世界的 引诱邪灵的拐杖 诱惑你 跟神的来往 才能做对事情 也许你不会去做坏事 但是你知道吗 你没有积极照主的话去传福音 去爱人 去爱教会 你爱教会吗 爱教会就是爱主 保护教会 在任何困难的时候 主啊 我保护教会 是保护基督的体 假如有人在心里面 对教会有不满 求主今天驱走你这种恶念 教会 有人的地方 就有缺陷的地方 但是你的态度是什么 这是神的家 我要保护神的家 不要因为人的因事 离开教会 因为人的因事 批评来批评去 这是伤害到神的家 我们在神面前 要做一个跟从主的人 愿意为主 来保护他的家 就是教会 保护你自己 也保护你周围的 弟兄姐妹在小组 互相扶持 遮盖 代导 才能使 每一个信徒在这里 吸引卫信者来到主面前 但愿主今天 在我们的敬拜中 得最高的荣耀 但愿保护也 洁净我们 从我们自己 到我们的教会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侍奉的单位 得猛洁净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耶书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借着你的话语 常常向我们说话 主要今天 我们感谢你 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胜过撒旦的诱惑 不以轻易的道路来完成这个救赎 乃是以生命赔生命 是上帝自己的生命来为我们死 主啊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不为你的呢 主啊 对你的教会保守不够 求主赦免 主啊 你今天也洁净我们这个教会 成为你的居所 你永远同在的地方 我们要看到你的名音 教会得高举 得荣耀 救救风静的面 阿们 好